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連串前所未有的大自然災難威脅地球后 全世界的领导人聚首 一同创造出一套复杂的卫星网络来控制全球气候 以及保护全球安全 但如今出了状况 这套原本用来保护地球的系统 却反过来攻击地球 人类要与时间赛跑 在这场全球地磁风暴毁灭一切 及天地万物之前 发现真正的威胁 好中二的混蛋 但是这部电影本身也是很中二的电影 也是啦 迪恩戴夫林 他这边又写说迪恩戴夫林是那个 ID4的那个 编剧兼制片人 他自己指导 手部指导的电影场面 念到这里我大概也知道 怎么回事 他其实的确 他其实是很古 很古老的片 他那个故事的题材 跟那个都很古老 但他还是有加一点新的东西进去 其实故事就在讲说 气候变化太大了 所以于是那个全球人都花一点钱 这样子 然后那个一起做了一个网路 让科学家能够掌控天气 但是呢 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疑惑 说你要掌控天气 可是冷的地方还是很冷 沙漠也还是沙漠啊 啊怎么样 那我也没看到你怎么掌控天气嘛 对不对 然后 我后来就跟那个马来摩出来 我就跟他聊聊 好像也没有 你沙哈拉沙漠看起来也还是沙漠啊 然后 到香港还是很热啊 对不对 就好像也没有改变什么 他说 嗯应该顶 他就回答说 应该顶多是没有台风吧 对 可是 可是你知道虽然是这样 但是他 控制 当他 他 他做好的没有多好 你知道 但他搞坏的真的很糟糕 你知道 露得很 就是他 呃 把天 没有把天气变到多么舒服 可是他要把天 他要搞海浪啊 要搞那个什么 龙卷风啊 倒是挺 倒是挺快的 你知道 很快就出来 就是 呃 就是发生了数起灾难 然后每次 每起灾难都 都死人 你知道 就是哦 比如说就是在那种沙漠底下 突然间有结冰的小镇 然后所有人全部都被结冻 然后或者是那种那个什么香港 我觉得香港那一段真的很好笑 吴彦祖 那预告片是 是吴彦祖拿着蛋 然后蛋掉在地上 然后变尖蛋 这样 哎呦 对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 看剧官票就很有趣 然后看完电影 我写了一段说 吴彦祖这次的戏份很多 不只看尖蛋而已 你知道 所以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那个 那个什么外国 那个华人演员 进去好莱坞电影里面 这样子 然后 哎 好像只出现一下下 像钢铁人山里面的那个 的那个什么 的的的 中国演员 就只讲一两句话 就不见了 这样子 没有没有 吴彦祖这一次 不只看尖蛋 然后还有 还有查电脑 然后还有躲避人家的追 还有躲避敌人 还有躲避那个人家追杀 然后最后被车撞 这样 他其实很可怜 基本上所有倒霉事情都是他 就是他 全部都是他承受 这样 那 可是这部电影 其实很大美国 这超级大美国 所以他讲说全球 你知道 是全球 UN 联合国的那个 东西 可是基本上呢 做这个东西的人 就是很典型的美国人 嗯 他都是科学家 对不对 但是我其实 我写那个短评 就说你不要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你把他当成魔法师就好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东西其实是 就是科学 他他讲的科学 其实无法用逻辑去测度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胡走几句术语 然后就当他会这个 你知道 所以就说 我就说你就把他当成是魔法师就好 他是贤者 你知道 就是那种类似我们 那个魔兽事件 这事件里面有没有 贤者 或者是那种那个甘道夫 那种 对他他在那个 讲一些科学术语 你就当他在念魔法 念咒语 这样就好 所以这一群魔法师们呢 就是做了一个那种 那个什么天空之塔 然后这个天空之塔 可以那个什么 可以保佑我们 这样子 可是 有心人士 就是把他拿来做坏事 所以他必须要揭发这阴谋 这故事就这么简单 没有别的 然后中间在揭发阴谋 我中间还没揭发阴谋之前就会有很多那个漂亮的特效 然后我特别觉得他们特别喜欢玩海浪的特效 你知道 海浪一定也就是那个什么 要嘛就是海浪结冰 然后那个什么 那边那个 在那个海滩那边享受的人全部都变冰块 要嘛就是要嘛就是沙漠那边突然间出现那个 呃 石迷 就是石层楼高的大海浪这样子 过来 对对 但是呢 我那时候就是看的时候也是就是忍不住要吐槽 哦 啊你这么厉害啊 那个什么 平常为什么沙漠还是沙漠这样子 你搞什么鬼 这样子 然后 但是这个东西也在最后其实是在讲说 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你有 我拥有一个可以控制全球的一种工具的时候呢 总是会有人 总是会有自私鬼跑出来想说想要拿这个东西来涂施力 嗯 对那倒透过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美国的自行 你知道 其实美国人其实在讲他们 好像 有很多事情是会他们的很多事情 呃 他们的很多政策或者他们的举动会牵动全球 嗯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股市金融交易之类的 你你把那个气象把 移到那个什么股市金融交易 就会就会很很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 就有些人可能会保护主义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回来说 我们美国不要再去管世界的事情 我管我们自己就好 嗯 对可是你如果你只管你自己的话 你的世界会毁灭 就是你会 你就是会把所有的那个什么 就是你如果只管你自己 然后你的话 你的那个如果我是股市的话 对 如果你弄的是经济面的话 别的经济可能会因为你保护自己 然后会被你拖垮 那到头来可能只有你自己毒火 那其实也是 有那个时候也是很糟糕的 对他其实把气象在这件事情 弄成这个 因为其实到后来就发现 是有心人是 想要用这个东西 当成就是排除异己的工具 这样子 哦 那個感覺起來就真的很像魔法 你知道俄羅斯裡面有一段是他們那個什麼 那個衛星發出一條紅色的雷射光線 然後就從天而降 然後一條線 然後會一直往前跑 然後後面人就被他追著走這樣 這根本就魔法 超屌 對然後 兩個男主角 傑哈德巴特勒 然後跟吉姆史特格斯 這兩個男生啊 其實是演兄弟 可是個性差超多 一個就是牛仔 一個是牛仔 就是那種感覺起來是那種很 Cowboy的 做什麼事情都硬闖的那種 然後會完全不守規矩的那種人 可是很奇妙的是他是個科學家 他同時兼具牛仔跟科學家的身份 這樣子 好反常 奇怪 然後他的弟弟那個吉姆史特格斯呢 是一個很拘謹的人 可是他就是白領的 他就是白領的 白領的那種那種 官僚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按照規矩來 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人一直在吵架 然後可是這兩個人就是要 這兩個吵架的人必須要 決定 這個世界的未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其實是美國的鷹派跟鴿派在吵架 你知道 鷹派跟鴿派在吵架 然後要決定世界的命運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其實是在這個比喻啦 對 可是我覺得我也覺得因為他他把這個部片 那是屬於他的內心部分 可是他的那個娛樂部分呢 其實 基本上就是兩兄弟把全世界搞到亂七八糟的 你知道 然後當然裡面還有愛德哈里斯跟安迪賈奇亞這些那種 總統美國總統啊或者是那種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國家安全顧問這樣子的那個演員 除了這些男生之外 還有一堆漂亮妹妹 然後 就是有那個漂亮的特勤 特勤特勤探員 哇真的是超超漂亮 就是平常他穿著穿著很拘謹 可是那個什麼 那個弟弟去把他的時候 然後他就動搖 然後回去以後就變得很 變得非常辣 你知道跟他住 跟他那個在家裡面說 穿穿上內衣的時候 你就很難不看他的胸部 你知道 就超辣 就是那個胸部太低 低到你說 他到底會不會露點啊 這樣子 有那種感覺 你知道 然後還有這種那種那個 就是那種會駭客的 會駭客的也是 也是漂亮女孩子 黑衣人漂亮女孩子 這樣 然後捷瑞德巴特勒 到了那個 因為捷瑞德巴特勒是科學家 到太空裡面你知道 到太空然後遇到那個 他就是也還是需要一個 德國的美女 的那個什麼 德國美女指揮官 來跟他在一起搭配帶路 這樣 嗯 但是好啊 一路上跟美女 一路上就是各種美女 然後那個捷瑞德巴特勒 一個13歲的女兒 都是美女 知道 就是小大人美女 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看 就是一部那種很像 我們1990年代的那種片 知道 就很天真的 很天真無邪的片 然後 然後這個災難 其實大家也不會很認真 就是奇幻災難片 其實他沒有比ID4強 因為他雖然是寫ID4的劇本 可是 迪恩大夫林這個人 好像之前是寫ID4劇本的人 這樣子 但是 因為他自己倒的時候 這個故事感覺起來就很歡樂 甚至還有點B級片的感覺 你知道 其實我覺得看他預告片 我就覺得很歡樂 然後 看他預告片就覺得 他好像真的 玩得很 沒有 他的事實上 他的那些笑話 你知道啊 他自己倒的時候 這些笑話都不好笑 就是什麼Marry her 或者是有沒有 他在預告片裡面 有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 我綁架總統啊 那個什麼 然後就是一些雙關羽 這樣子 對 但是那個 這些笑話在裡面 演出來都 因為可能是迪恩大夫林 他比較會 寫劇本 那 那他的那個指導 那個能力就是他那個 搞笑的其實沒有很好笑 可是因為這些東西 他硬講出來 反而又一種荒謬 你知道嗎 就是不好笑的好笑 就叫廢道笑 你知道嗎 廢道笑 就是廢道笑 就是我沒有被逗樂 可是 可是因為你太正經 然後我反而就知道你失敗了 我反而 就是講笑話 講成這個樣子 可以講到這樣 就叫廢道笑 就是失敗了 失敗到你反而笑了 然後 就 跟台北物語有點像 就是 他很努力 然後就失敗了 然後失敗你反而覺得 這超好笑 然後 裡面有很多 類似這種廢道笑的情節 你知道嗎 還是很娛樂 然後你 Hydra說那個什麼 劇情跟角色聽起來好變形金剛 我跟你講 他裡面的音樂啊 根本就是變形金剛 然後只是那個什麼 彈一彈然後突然歪掉 你知道 我敢打賭吧 我敢打賭 我敢打賭這導演 他一開始剪的時候 他已經直接拿變形金剛的音樂來配 然後後來再找一個音樂家來 然後跟他說 你可以把他做得像這個東西一樣 然後可是因為他已經成見 已經很主觀 他已經很決定說要這個音樂 所以那個音樂家也沒有辦法怎麼樣 就是把他寫歪一點這樣 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常看廣告 然後有人插那個阿甘正傳的音樂 可是不能夠跟阿甘正傳音樂一樣 就突然間在關鍵的音樂 然後突然間歪一下這樣 就不一樣 但是很明顯 那一聽起來就像是變形金剛的音樂 可是呢就是 很很傷 很那個什麼 很像我們在聽廣告的時候 他隨便拿來用的那種感覺 就是想要提振那個 悲壯感 可是一點都不悲壯 這樣 這個這部片看到後面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就更是 更是笑到 你知道 更是笑破肚皮 你知道嗎 因為那太誇張了 就所有的那個災變 比如說那個海浪這樣起來 就是衛星 是氣象衛星引發的嘛 對不對 然後於是那個太空在那邊 在數秒 就是你你只剩下 好像只剩下一個小時半年的那個 GEO STONE 那全球風暴就 就會把地球毀滅 對不對 然後他那個畫面看起來都很誇張 就是海浪已經在10米高 就是已經到了那個什麼 像海報裡面一樣 就是那個 已經10層樓 20層樓高 感覺起來就是裡面會死很多人 有沒有 然後結果那個 傑哈德巴特把問題解決以後 水就退了 幹 然後就馬的 哪那麼容易 你知道嗎 就想說 靠北 所以我說這還不魔法嗎 你知道嗎 這已經完全違反物理 你知道嗎 然後尤其是當他們 因為我們看到的那個故事 那些陰謀啊 詭計啊 有沒有 還有災變啊 全部都是 發生在美國內部的事情 你知道嗎 可是呢 倒霉的全部都是全世界的人 你知道 要不就是香港啊 要不就是香港有氣爆啊 要不就是日本 日本有冰爆啊 就是那個 路人都被冰爆的打暈 你知道都打到頭上 就昏倒這樣 然後那個 那一段真的是超好笑 因為 因為他那些東西 本身那些災變看到都 都覺得這真的是 虎爛到 虎爛到沒極限 你知道嗎 像 香港那個 煎蛋的那個什麼 災變啊 我也覺得這超糊爛 氣象衛星他說 好 他加熱你知道啊 所以那個 香港的 香港人都很熱 你知道 香港當地很熱 可是他很熱 卻不是有人熱死 是瓦斯 是地下的瓦斯那個什麼 太熱了 然後氣爆 我想哇 這個氣象衛星真厲害 表面的東西沒那麼熱 還可以那個 隔 還可以隔空加熱 加熱地底下的東西 比較燙這樣子 我想哇 這樣厲害 那到底怎麼弄的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會說 這部片就是奇幻災難片 你不要去思考那個物理上面 怎麼如此如何的不可能 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放棄 他已經放棄 他只是要讓你看到奇幻而已 所以那些東西根本就 不合邏輯 所以你不要用邏輯的觀點去看它 這樣 然後 可是因為呢 他也太美國自我中心了 你知道 我剛剛不是講說很多陰謀啊 然後 詭計全部都在美國那裡面發生嗎 然後可是再一遍全部都是外國在承受這樣 然後 所以當那個最後美國人不是那個 其他的巴特特他們拯救了那個 全世界有沒有 然後音樂就放開心的音樂 就像那個世界末日最後那種 開心音樂這樣 可是世界末日的那個什麼開心是 全世界的那個什麼 受到外來隕石的那個什麼毀滅 所以 美國去救 所以大家聽到那個隕石爆掉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你不是都有很多那種 跪拜啊 然後那個什麼崇拜的那個 的畫面 然後再配上那種 很輝煌的那種音樂有沒有 對 氣象戰也這樣做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就是 出現廢道笑的狀態 你知道嗎 就那群人在看著那些海浪的時候 我想說 我那時候想到的 並不是說這些人會感謝美國 我是想說 這些人想說 靠北 有一種 美國人弄那個什麼 自己鬧一鬧 然後全世界的人都很倒霉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倒霉都出自於他們 就是有一種那種 英雄 有一種那個什麼 你們之前有沒有看過那個 Teen America 那個美國特殘 美國特殘隊 那個木偶戲有沒有 然後他們出 就是有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出任務有沒有 出任務然後進來以後 那個什麼 呃 逞英雄然後那個什麼 開始掃射然後 然後就走 然後剩下的人就 就那個 斷臂殘還 你知道嗎 想說怎麼回事 就是突然間出現這種 很莫名其妙的人 然後 把我們這邊轟的亂七八糟 然後 然後 我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最後真的有那種感覺 就是 世界各國的人 看著斷臂殘還 這樣子 雖然他們有笑 可是我就覺得他們 雖然他那個劇情裡面 是邀那些演員笑這樣子 那 可是我覺得他們那些笑 的那個背後 就多了一絲尷尬的感覺 想說 血統阿小 你知道 就是有一種這種味道 然後看到那邊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歡樂 所以我到最後出來的時候 人 整個人超開心的 你知道 你知道 這就變成一種 跟以前ID4跟世界摸 完全不同的娛樂點 你知道 這是一種 廢道笑的娛樂點 你知道 就 呃 他是拍給美國人看 就像加州大地震一樣 你知道 很多美國人看了 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我們國外的人看 覺得很荒謬 像我們看之前 不是說看加州大地震 你說 The Rock有沒有 隨便拿人家的東西 都沒關係的 對不對 可是 還跑去人家 韓國的那個店裡面 偷拿東西 什麼 好像都是應該的 可是事實上 在我們觀點裡 偷竊阿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很怪異 你知道 好啦 氣象讚 我問一下 嗯 就是 最簡直到底 如果去當成爽片 來看他到底是不是 一不厲害的爽片 他不是一不厲害的爽片 沒有 就是以我的觀點阿 如果我要用ID4 或者世界末日的 的 的那個 的標準去看他 他可能只有到達他的大概六成了 對 就是以 以那個 特效場面來講 阿如果是以劇情編排的話 完全不合邏輯 是 就是 就是 糟糕 所以現在變成進去 就是只有 沒有他有點 他有點 已經進入窘片的境界 那就是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 我忍不住就笑了 但是他就是 因為這樣子太荒謬 忍不住讓我笑 我反而覺得這部片很好看 那變成一種 就是有點像 看台北烏雲那種 靠片的感覺 你知道 就所以我說 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不要太認真去 看這些東西 然後拿著爆米花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得超開心 你會丟爆米花那種感覺 你知道 這是一部這個什麼 特效靠片 你知道 這是什麼回事 你知道 一種很 很妙的感覺 對啊 那 這麼說好了 如果認真看的話 他有比 那個 ID 就是那個 星際重生還要糟糕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他至少 因為 好啦 我這個是 我這個其實不能夠算是工帳的一個觀點 是 就是 星際重生是因為我有一個期待 就去然後落空 他氣象戰呢 則是 他反而給我另外一種狀態 就是我去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希望 可是結果他反而 就是有一種 往底觸探 結果探到我反而覺得超好笑的一種狀態 的狀態 但是他們的吵架其實基本上沒有真的很吵 就是講一講 好像就立刻就要和好了這樣 然後到最後呢 就是兄弟 然後解決了問題以後 兩個人有一個鏡頭是相視而笑 你知道 然後結果他把這個突然就伸出手 然後抱他這樣子 可是他抱他的時候 他是伸出左手來抓住他弟弟的後腦勺 然後直接往他的 他的那個身體這樣一直破鏡你知道 然後我那一瞬間說 你該不會要親他吧 然後就 有一種 給我一種這種 很荒謬的作點 好家在他們沒親就直爆了 可是他那一瞬間那個姿勢我覺得 那個男的好像快要被他逼到 要親嘴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那一瞬間 該不會要真的來這樣子 結果還好他沒有親 他如果真親這部片 就真的已經成神片 你知道 就到最後原來兄弟情這樣展現啊 很好笑 你知道 這部這部其實看的就是 是有娛樂性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就是不要認真看他 你不要認真看他的時候 就會非常娛樂 你知道 對啊 好啦 這個是另外一種看電影的面向 你知道 有時候看電影不一定要真的很認真看 對 呵呵呵 呵呵 就是如果你用很認真的觀點去看他 你一定會很賭男啊 還是他有沒有比2012還要強 他當然沒有比2012強啊 對 但是但是他的荒謬程度比2012更強 其實2012也挺荒謬的啊 2012真的還蠻蠻荒謬的 2012已經是已經是正 就是 我覺得從2012開始啊 我看電影的那個片單裡面出現 奇幻災難片這種名字 奇幻災難片 就是我們以前看災難片都要合理嘛 就是要合邏輯嘛 就是至少他要虎過我嘛 對不對 什麼大地震啊 什麼iD4啊 你都要就是好像應該要真的很緊張 怎麼樣 可是從2012開始沒這個味道 就是一切就是一個慷慨性的感覺這樣 對 就是 氣象戰還沒到2012那麼宏大 2012真的預算太榜大 所以他最後那個什麼 車子在躲那個什麼陷落的地面的時候 那個場面真的是挺大的 所以他氣象戰的那個災難場面還沒有 還沒有那麼強啊 對啊 嗯 OK 好啦這個我抓的時間在12點14分 把氣象戰講完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李安搞不好很適合拍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啦 都是好題材耶 不試試看嗎